最近是不是以為我沒有看樓 其實我有看的 不過我真的沒有拍片 看看前面吧 陽空好照 好久沒有放過片頭給大家看 今天我又去看樓 去看一間Matican Display House 在曼Waveley 今天來這間叫做Matican 又是Signature 上次去一間Grand Waverley 今次這間在曼Waveley 上次又是Signature 今次這間又是Signature 這間更加Signature 你看看它 起到很有Style 四尖 即是三尖八角 即是四方 不過這些樓 有時候要留意 它平頂 真的很多時候 水患又會出現 不過你要留意 這間房子 這裡是High Street 剛才那些車 你見到狂狂聲飛過 都... 吵的 不過你現在是Signature 不是Signature 我見地都起碼 沒有六七百 沒有八百 九百 起碼都有八百 都有八百的 你猜一下 大家又猜一下 距離多少錢 現在是這間房子 不要計算地 前面有... 亭台樓角 它說是Signature 這間房子 圍處High Street 你自己隨時來看 它應該是開11點至5點的 很有特色 但是 你不喜歡的 建置 地下是鋪了石 包括鋪了石 包括鋪死 這裡... 這裡不是樓台 不是陽台 我們進去看看 這樣推門進去 這間房子 有兩層的 分別是樓下有主人套房 車房 有一個Sitting Room 左邊呢 有些Pantry啊 廚房啊 也有一個Family Room 而外邊呢 還有兩個Alvesco泳池 很厲害的 樓上有一個Wall位的 真的好大 旁邊有一個人在看房子 不要看 我們先看看這個主人房 這裡就是主人房 稍後拿回一張單看 我猜這裡也有五間房 這裡呢 就是向南的 這邊的主人房 門口都是向南的 那你見到它有個廁所 也有衣帽間 衣帽間 這些全部都放進去櫃 入場櫃 所以我經常覺得衣帽間 不要只有兩條架 用回這些櫃 你看它很厚 木是很厚的 起碼都很緊 你不要只有兩條架 就算衣帽間都不夠 起碼都有一個入場櫃 所以我們自己 就算是壞壞的 在現在做這個櫃 好 我們進去看看 我們進去這個套子看看 你看這些木 都很緊的 不過朋友提一提我 橫樑壓頂 如果你睡覺的時候 中國人就不太喜歡 我們這裡看看這些材料 這裡的雲石 不是磚 是雲石來的 這些厚雲石 雲石 是鋪到上頂 這些水牛Rocker 這些磁住具用具 這間我一會兒才賣給你們多少錢 大家一路心中猜一下多少錢 這朋友告訴我 這個價錢 只是起樓 我就覺得這麼貴 這個浴室 浴室 都是雲上鋪頂的好事 有大花沙頭 還有這條邊 你留意 如果有一個套進去 或者是一條邊 是好的 因為我們放一些 西洋水 簡易之類 如果全瓶 你放不到放在地上 或者勾住 是很麻煩的 所以你買的時候 留一留意 雲石 保住 不過不喜歡這些位置 夾手 我也怕 我都怕夾手 這裡 廁所 這裡沒有什麼特別的 座廁 還有一些冷幕 其實上面 有一個透氣位 所以 如果沒有門 東西都會透出來 這裡樓下第一間主人房 我們再看看其他主人房 好 我們再看看 看看這裡 這裡有個石手間 全部都是雲石 鋪在頂上 這是一個客用的石手間 這裡 有個偏廳 全部是雲石的 全部是雲石的 它全部是雲石的 旁邊有個窗 這邊是向東的 有個摺窗 後面是後花園 不過你看到 不是很多位 不過它算高 它看到旁邊 透光都不錯 大家真的心目中 猜一下它在興建 要多少錢 這裏 這裏 要留意 它都說要 迫你的步驟 這邊有個小小的書房 對 有個小小的書房 繼續下去 迫你的步驟 這裏是洗衣房 地下都是鋪雲石的 一分之一分貨 這些是普通雲石 它樓底很高 起碼有3米多 這裏 我在洗衣房 我穿出來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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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有個洗手 聲盤 都是一塊 這塊 起碼都有 數下去都有 6、7米 8米都有 這裏 裏面 有一個 焗爐 再裏面這裏 有個 擺設的 設計位置 果然是 DISPLAY HOUSE 這裏出來的大廳 這大廳 這大廳 這中島 這裏看起來 起碼有3米多 大廳 焗爐 煮食爐 還有咖啡機 很棒 這裏 上樓上看 還有酒櫃 還有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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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很大的真空位 叫咖啡 而大張桌子 都可以擺成3米 很小 這裏 這裏用了很漂亮 全都用了摺摸 你看 這樣可以一出去的時間 很大的地方 而這個廳 夠大 大家留意地下 全都是鋪雲石的 一分錢一分貨 不是鋪木的 全都是鋪雲石 這裏放電視機 看到外面的後花園 正如這裏就是一個廳 一個飯廳 剛才那裏還有一個 看電視的偏廳 還有一個剛才的書房仔 即是樓下有四個廳位 我們還未想留上 看看能否出到外面去看看 它的泳池是怎樣 出不到 它今天很開 這裏有一個 Alfesco 外面的泳池 大於上次Granway的泳池 這間屋我估計都800至900平方米 地 下間屋 但樓下只有一個房型 這裏另外一個 又是來做一個BBQ的地方 這裏就是放在地上的帳 外面就鋪了一些磚 泳池 泳池 泳池你要去做Mainters 是要一些錢的 震到你上樓上 看看 大家看看樓上 果然是Dispace House 我們上樓上 是否真的很吸引 沒得覺得很吸引 還有酒櫃 真的 樓上剛才都看過 不過出不到去花園 我們上樓上看看 樓上有四間房 一會兒我們從下面順時針去看 四間房當中 有兩間是套房 而上面的主人套房 一會兒你看一下 是超大的 還有一個露台 讓它出去享受 我們先向左邊走 左邊這裡 有一個retreat的廳 樓上有鋪地毯 普通的地毯是粗地毯 都是走雲石的 一會兒看看 這間鋪真是貴 上次的更貴 樓上有假天花 鋪了些地毯 我們先向左邊看 這裡有採光 即是一樓 它有一個真空 這樣在樓上街採進來 變成樓上可以採陽光進來 我們來看這間房 這間也是一間套房來的 向南邊 它有不同的風格 你看到 不過它這個衣帽間 你看到 用木條去間開 你看到所有櫃的屋 都一定有個衣櫃 這些材料比較薄 剛才那些比較厚 這些比較薄 剛才那個主人說 比較厚 那不同的櫃 這些全部都是入場櫃 用一些downlight 現在全世界都用downlight 不會有什麼吊燈 這個套房 第二間房 它都是行雲石的 就沒有剛才的樓下這麼大 臨浴間 廁所就在這裏 臨浴間這裏 都有一個坑位 用來放一些洗澡水 看到外面的天空 當然沒有人想 所以都沒有那批事問題 不過剛才我也想說 跟同學研究 我就不太喜歡這些 不過多數有些樓都是這樣 一條草 然後它入了水之後 就向一個方向流過去 或者向這邊 可能流出去 那你要定期拔出來 頭髮碎的那些 要再清 那我就慢慢地 要整個這樣去清 不過這些 一些貴的樓就是這樣 那它這裏 就沒有門的 你站進去 這裏就沒有門了 好 那我們再看看第二間 那這些 那這裏樓底 我講一下這裏樓底 大約三米左右 兩米幾三米 還未夠三米 剛才樓下就三米幾 好 我們再左邊看看這間屋 這間另一間房 都是向著南邊 這間房 朋友跟我說 這些地毯是好東西來的 這隻 我初次是短毛 即是方面打理的 原來這隻是好地毯 是軟的 很軟的 是一隻好地毯來的 這裏呢 它就鋪了 牆子 就不是走雲石的 這裏又有 這裏是牆子來的 這裏的牆子都是貴的 貴的 這裏鋪了牆子 所以這間屋 它用料是貴的 所以這間屋 是要值這麼多錢 這裏是衣武間 它中間有個洗手間的號池 和隔壁間打通 一起share 即是兩間房 share 一個包館 都是一樣的 全部這些都是 鋪了 箱、洗手盆 都用了Rocker 我香港都用這個牌子 好不好 OK 它有一個 Buff 和 都是淋浴間 這個小一點 而是兩間房 一起共用的 有些像上次 和Grandvary的房間 那樣 它正是正在 這裏的門 是打開開箱 一起進來的 也有一個衣武間 有門的 這個衣武間 現在看了四間房 我們繼續去看看 這些 這些是儲物間 它就鎖了 我們坐著儲物 毛巾 這些儲物 好 那我們 就 這間主人房 還是很大間 走後面的主人房 向北 這間主人房 又是一樣 好像樓下 有少許橫 可能這裏 要留意一下 是否真的很好 這間主人房 你看 這裡 是否打麻雀 可以 打麻雀 都可以 這些櫃子 全部都很大 我喜歡粗線條的木 夠粗 影子比較美觀 這裡有盞燈 這裡真的可以 用來 一副麻雀桌 都可以 不過我很少 麻雀 說笑而已 這間主人圖房 主人圖房 在後面 有個露台 一會兒 再看看 這間主人圖房 超臭 看回這裏 剛才的泳池 泳池有鋪石 游泳 游泳 這個位 只是這個露台 隨時都 4x4 這裏都說200尺 等於香港的納米佬 整間屋 這裏有個泳池位 真是貴日貴在 這些 朋友說這間屋 貴日貴在 是雲石 一會兒 最後告訴大家 這間屋 什麼價錢 我真是貧窮 限制我 想像 這些雲石 它貴日繼續 全屋都是雲石 上次這間屋都不是雲石的 就是上次這條片 問過大家 Granmater的一間150萬 那 就不是鋪雲石 今次這間 全部都是雲石的 這間主人圖房的套餌 雙細收盤 那些 這些都入場的 可以安裝一些東西 現在也不是很多 有這樣的貴 香港很多 但是澳洲不流行 有個洗澡盆 就是浴缸 有些人喜歡 愛國人是喜歡 就是本來人喜歡浸浴 我們還少浸浴 你也能看到 東邊的山脈 而這裏有個廁所 我覺得這道門 有點怪怪的 剛才樓下比較漂亮 這裏有林浴間 剛才那樓 記得樓下 那個左右都有兩個 一個廁所 一個林浴間 但是有一些比較 綠色的門 那間 我猜是做客房 這間 他就 林浴 都是有一條 上面可以擺東西 那 都是 沒有門的 這間主人房 真的很大 這間主人房 我計那邊 200 這裏 300 只有主人房 佔地 都可能600 700呎 整間屋 我們再出去 總共有看見五間房 真是 很漂亮 你看到上面都是 真是好像人家的 扮光塞寫字樓 那樣 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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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有主人的氣勢 好 一會兒告訴大家 這間屋 多少錢 看看這間屋 有沒有什麼 大家看到 什麼特別的東西 是 他走的 上面平房 這裏 有些質感的位置 走出來 就是這裏 扭了一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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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搞鬼 看這間屋 一間五房屋 是為主 萬華為里 這間屋 佔地 大約是 800平方米 平頂 不過真的平頂 我們真的不喜歡 平頂 剛才我 我們遠望 看到一些白色 特別 你看這些 這些 這些水積 這些 不是好事 平頂 可能會出事 所以都用傳統牙片 向兩邊落 好 大家猜到多少錢 好 我現在可以猜 這間屋 要240萬 起這間屋 要240萬 不連搭地 即是說 如果你找到搭地 適合的 起這間屋 是需要240萬 是否貧窮限制 在你的想像 大家儲多點錢 好 我們走了 多謝大家收看 繼續去支持我 Samuel 校長二次人生 拜拜 一般有800平方米的地 好少會起到這麼近 而這間屋 真的起到這麼近 你看它的車房 都有42平方米 即是代表有450尺 而它的屋 本身都有570平方米 即是代表有6千尺 整體有6500尺 即是一間巨屋 上年的米傳出 Magicun 他們有些財困 這間屋 在2020年 就用122萬買回來 而它建好之後 2020年的11月 就用360萬買出去 立即用租金 6%去租回這間屋 我相信發展商想減債 不惜用6%都租回這間屋 這間屋真的很豪華 它全屋都鋪了雲石 而它的空間禁真的很足夠 但要用240萬元來建這間屋 真的要用高貴的地段來建 才是值錢的 相比上次這間在Grand Waverley 150萬 我覺得是比較值租一點 而這間呢 240萬 我就覺得真的有點貴了 不知道大家喜歡哪間呢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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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